中央万元纾困推出快要半个月了 各县市发放步调不一 指挥官陈时中下午在记者会上 也主动公开目前全国纾困金发放的情况 以受理建树跟最终核定的比例来看 新竹市以47.4%排名第一 而对于新北市自制纾困手册 市长侯友宜说是因为迟迟判不到中央给标准 质疑中央是不会还是不能 陈时中也主动回击说 新北市手册是中央发放公文资料的汇证 中央会做能做而且也做了 就算背着小孩 这位爸爸还是要赶来乡工作 领着一万块的救急金 这也是宜兰武街乡5月4号开放申请以来 第一批发出的纾困金 有关于纾困 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实每一个地方 各有它的一个表现的不同 纾困金都已推出半个月 但各县市发放步调不一 指挥官陈时中下午记者会上 主动公布全国纾困金核定排行 如果从受理案件与核定案件数来看 新竹市与桃园市排在前两名 都有达到四成以上 新北排名第三 由于这次万元纾困方案 是以总户数为主体 若以核定案件数占总户数的比例来看 则是桃园排名第一 前五名六都占了四名 而对于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因为迟迟判不到中央给标准 所以自制标准作业手册 移加快速困进度 事隔一天 陈时中这回有备而来 这个就新北市有做了一个手册 那当然很好 把相关的资料汇整起来 那不过说中央不会也不能 我讲过这也是太沉重了一点 其实这个手册里面 都是我们发放下去的一些公文的相关的资料 那予以汇整 但基本上中央都已经做了 中央汇做也能做也做了 大声为中央喊冤 陈时中虽然否认有参选 2022新北市长的规划 但为了纾困金的发放 却意外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多次隔空护杠 记者综合报道